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获得的打卡的点数将决定你们的住宿条件 我们俩说完了 他8个 我7个 他2个 你们就这个节目就这么欺负嘉宾了吗 兄弟反目了我们 我是怎么答应今天要来这儿呢 绿波狼是国宴级的产品 这个没吃到太遗憾了这个真的 好吃哎 太巴士了 这节目有点残忍 我刚捡了30多斤 我有感觉到我好像找到家乡的味道 吃到上海的那道牛 更多的让大家给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们太过分了 过分了啊 咋的了 我们五点就回来了 你们这会儿才回来 坐吧 来来来 你们完成了两个点是吗 三个点 三个 三个都咋的了 三个点 疯狂做游戏要线索 就是也没有多找 凯哥 您作为东道主 您就没点表示吗 必须的 必须的 今天晚上吃烧烤 烧烤老板我也给你找好了 现在大家都饿了 要不然我们下去 咱边吃边聊吧 马哥呢 马哥一下现在就在外面 我给你打个招呼去 马哥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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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没变 好久不见 六七年没见 对啊 六七年 老欠钱那时候 那你就记得 记得不是清楚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对不对 我刚刚跟他们说 我说马哥是养育了上戏 好几代人的烧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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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啊 好 咱们干哪吃啊 楼下餐桌上边 还有苦苦吗 这毛肚好了吧 自己来吧 自己来吧 那就 谢谢 岳哥 好 谢谢妹子 好了 这个 迪哥 太棒了 一会儿还有烧口的 有点肚子吃烧烤 马哥就是 一位做烧烤的人 马哥 有个烧烤摊 在我入学的那年 在上西门口摆摊 然后上西学上 全都来吃 他能说出 所有上西明星 在他这儿 谁和谁在校门口 吵架分手 谁谁谁 怎么着了 全知道 一会儿可以采访的 一会儿可以采访的 来 我们烧烤到了 哇哦 哇哦 这是马哥吗 马哥 这是马哥本哥 马哥好 你好你好 马哥给你加个段啊 来来来 想动手啊 这个看起来非常诱人 对 这个都是我们上学时候 必点的马哥烤串的经典菜 牛肚 羊肉串 蒜苔 不要客气了 好香 来来来 来吧 先尝尝 趁热吃 那就不客气了 不客气了啊 马哥坐 好 来 挺好吃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哇马哥你的蒜苔我真的太想念了 马哥是养育了上戏好几代同学的大师 在学校的时候最熟的就是他们班 他们班的人 人家那个时候差不多能叫出来玩 摆了多少年了马哥 摆了十几年 十几年 对 所以有很多明星什么的上系毕业的都在你那吃过 那个十几年是肯定的都吃过 没吃过的几乎没有 那会儿胡哥恋爱了吗 有边吃边排练的吗 有边吃边练的 恋爱的练吗 就是他自己练啊 不是恋爱 想听八卦 没有扎出来 滴水不漏 马哥 你见过那几个明星谁对能吃 对能吃那个我叫不上来名字 但是他在我那里点东西的时候就是说 把你这些所有的品种全部给我来一遍 一二来五个 那时候七十五门见方的小方桌吧 上面追的全是 这么大的一个客户 名字忘了 那个时候吃东西的人多到 能排到二十三十号 整个宿舍楼 晚上唯一的宵夜 现在没在上汽那边了 没有 早就没了 早就没了 好像是我记得是14年吧 14年没 14年没那 但应该上汽了很多同学 都会来找你的店 对吧 对 我在同楼房那里开的时候 好多找过去去吃的 每个人学校门口 应该都有一些特别的 初中的时候有油墩子 螺丝油墩子 一块钱一个葱油饼 七毛 七角一个 还要那个炸那个大香肠 就开花的那种 一块钱一串 那时候那个有 我们学校门口是一个面 增解 增解面 我们那时候卖面 是用塑料口袋装着 因为只有塑料口袋 才能从那个铁门的凤梨 放得进来 对 你说端碗是进不来的 你问我们学校毕业的 娜姐 李奕峰 她们都知道 雨昕 你们那应该有摆摊 各种 比较多 全是酸汤鱼 也不是 酸汤鱼摆不了摊 烤洋芋倒是有 那个香酥鸭呀 什么糯米饭啊 恋爱豆腐果啊 恋爱豆腐果 恋爱豆腐果是什么 那种烤豆腐 然后把中间切开 它不会鼓起来吗 切开之后 把那个折耳根的辣椒水 灌在里面 然后一口这样吃 就像恋爱的一样 咱们名字叫这个 折耳根还不够 我还要加辣椒水 对 折耳根 你们都吃得惯吗 我可以 非常爱吃那个 它配上辣椒水就好吃 有特别的记忆 嗯 今天本来我想带你去 好多小时候 我去经常吃饭的地方 比如像无江路啊 还有那时候 我初中 华士大呢 后面有一条叫早阳路啊 哎呀 太热闹了 真是空前绝后 你就是没有见过的那种盛世 你知道吗 很多很多 我在那里也干过 哇 那个时候真的是 挤都挤过去 挤不过去 那是一条路啊 哎呀 谢谢马哥 不客气 不客气 谢谢 真好吃 谢谢 谢谢 尤其是正坦的 感谢 记忆中的味道 谢谢马哥 哎不客气 感谢感谢感谢 辛苦哥 那你们先坐啊 感谢啊 吃饱了吗 吃饱了 太饱了 吃的好吗 好 就不知道睡的好不好 来吧 爸爸挑剩下的我去就行了 我们上次怎么挑 我们一会楼上有照片 你们一个个选 走 要不咱俩睡一个房子 我都是可以的 现在是一个 那女婿要不要先上去看一看房间 兴致不大 反正 大 看一看吧 非常值得看 去看一下 你们仨今天赢的所有的点说 到底咋分 他八个 我七个 他两个 你们就 这个节目就这么欺负嘉宾的吗 你关键你飞行 就常住就这么厉害 就这样呢 你这 哎呀 我是怎么答应今天要来这儿的 那给你三个 这样 那稍微的公平一点 不重要 不重要 那不重要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兄弟反目了 哎呀 弟弟你说怎么怎么办 我也觉得月格穿的很好啊 对啊 哈哈哈 那那分成分成多少多少分嘛 对不对 一人五个 哇 可以可以 不妙了 不妙了 这是什么地方 挺快了 哎 这有人住了吧 不是 他们刚刚在这里睡觉 不是 这就是今天晚上某一个人的床 但肯定不是你 你就放心吧 你女孩 那不一定 我觉得这还行 你对这种事情无所谓是不是 无所谓 还行 只要我想的最差我都想好了 就我树上那吊床上 但睡着确实有点痛苦哦 走吧 看过了 就跟他们 看看要玩什么东西 我们今天住宿的地方 我们给每个人都准备了极好的房间 因为现在每个人都拿到了自己的点数 有打平的 对 你们要不要拿自己的点数出来 随便挑挑战 做点数的更动 还是我们就照这个点数选房间 现在先抱一抱多少个吧 我七个 对 你七个你们都五个 对啊 我们保密 哈哈哈 他们俩应该比我们多 对 杨迪肯定比你多 他们人数少 对 那也就意味着 如果你们不挑战的话 你们 你们其中就得有一个睡浴缸了 我们俩是最少 你们试试看嘛 挑战 挑战杨迪 挑战什么 你告诉我们 就是输赢的话 还得给予对方筹码 对啊 输赢换嘛 猜哥 节目上猜哥 我必须赢 逗牛是之歌 敌民的 嗨批两千 太简单了 你不是想跟我 切磋切磋吗 我肯定肯定干不过你 哈哈哈 敢不敢 挑战我挑战杨迪 人他多嘛 那我也得试试嘛 有 开歌 我拿五个 哇 全部 啊 出来 大不了睡浴缸吧 行 五个这里啊 来 哇 可以了 谁赢了老惨 哈哈哈 要不你们随先开队七首歌 这次算赢 可以吗 可以可以 行哈 准备好了 好 那么开始 第一手 屋里看花 屋里看花 对 真快 怎么次从副歌部分开始呢 不是应该前奏吗 你还有要求 不是会员是吧 只能听片段 第二手 准备 紧张了 对 二比零 你这个真的快 哈哈哈 你这个真的快 你连前奏我每次都是等到词 哈哈哈 再来最近的这三年都保证了 那我坐下 哈哈哈 好 来 暖阳下午迎分方是那个吗 不是 你叫我的 薛之谦 不会是今天的歌吧 变费为宝 不是 你离开北京的日子 不是 博天大楼 不是 不是 方圆十里 不是 天外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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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什么 什么歌 天外来物 对对对 完蛋了 完蛋了我的我的筹码 这些歌不不算耳熟 也算耳熟能想 哈哈哈 也算耳熟能想 绝对耳熟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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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副歌得到副歌才行 完了今天题没透到呢 哎 你们放歌放的不对呀 都没放我的曲库呢 哈哈哈 你搜一个歌单叫一人一首成名曲 这样观众也能 对 对 你老听是吗 有杨迪听歌 一人一首成名曲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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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以前买的碟里面三千首歌呢 哈哈哈 哎 我就一人一首成名曲往下走了 好 哎 你用心良苦张瑜 一人一首成名曲不是你起的吗 来着 来着女的的歌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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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用心良苦到底对不对呢 剩下空心要不要 你平时都在干嘛 就在家里想怎么对付我是不是 哈哈哈 就这个年代的歌我真的听得多 听得多呀 来个选择呢 多放点女的歌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等等等等 哎是那个歌 再再听一下 真的真的好心分手 女的歌我真不是 哈哈哈哈 啊 这是什么啊 哦 哎 啊 啊 啊 小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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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温柔 温柔温柔 这实在是没听过 就那个年代行 这个年代就不行 看这边 我们下手 张楠 不是 不是张楠 不是张楠 我们的爱 对 对 等我一个 等我赢了 又要输了 这实在没听过 好 我们下一个 新长征是路上的摇滚 不对 三天三夜 不是三天三夜 人潮人海中 不必自如 对的 又是你答出来了 你应该加码 我只会唱 好来 张学友 张学友等到我心碎 不对 等我等到话又谢了 不对 不是三夜 不是 张学友 张学友 爱我的人 爱我的人 伤我却最深 一千个 一千个 一千个理由 我快点 海哥还是真正的高手 分我一个 不要提醒 我们猜得出来 哈哈哈哈 这个是你说的 来 任远 我帮你 哈哈哈 我投你 郑凯你做好 分你一个我赢了的话 不 你赢不 你赢不了了 哈哈哈 你气了 哈哈哈 那个 江天太季五百年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怎么回事呢 不打劲不打劲 没事 男的哥 好 我们下一个 嗯 爱香 不对 独角戏 对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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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郑凯自从站到这以后再也没说过话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你还是坐在沙发上 后呢 对对对对 我要在关键时候发挥作用 你先别 哈哈哈 到了就是关键时候了以及 你再对一手你就赢了 岳哥再答对一题就获胜了 赛点了赛点了 好紧张啊 放点那个阿雅的哥 开始点歌了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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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高分鞋 红色高分鞋 对 红色高分鞋 对啊 我说点粉色了 明明这个 太剑牙 太剑牙那个 谢谢 我恨 好 来各位老师 我们终于重新进入到选房间这个环节 好来我们上房间 上房间 大床房 双床房 浴缸房 地铺 说好的上房间卫生间也算房间吗 对 就这四间啊 对啊 雨昕你其实你的选择有限 毕竟女孩子标间也不合适 我不行 标间你不行是吧 我不行 我必须得一个人一间 其实我也喜欢一个人一间谁不想呢 但我根本没有选择 我睡觉清 稍微身边有点动静我也不行 你们身上有的毛病我全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想这么说的话那我宁可打地铺 睡觉再不清也不想睡那个浴缸啊 说实话啊 有什么 起码地铺是平的 对平的 凹在那跟啥眼罩就行 但你今天一带一天浴缸 你应该能适应那浴缸的感觉了 我啥时候带啊 浴缸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哦在这儿呢 在这儿等着你呢 哦 挑呗这些有钱的先挑呗 好吧那我们从钱数最多的 月老师 我就选 你好意思吗 好意思 哈哈哈哈 我选下面那个 标签啊 左下对 哎呀 标签就是要跟别人合宿哦 啊可以 只要给我一个床就行 来我们两位评票的啊 女士优先吧 你先选 大课 大课 哈哈哈 你玩游戏吧 决定吧 要不就玩刺激点呗 玩什么 赢了大床输了浴缸呀 可以 来吧 行 赢了大床输了浴缸 那不便宜扬笛了吗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标签 我标签 我第一名跟最后一名 我两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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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瓦地啊 啊 啊 我们沙瓦地看的游戏规则是游戏双方双手核实 听到开始口令后当游戏双方手臂伸向同一方向时喊卡并拍手手臂方向不一致 可持续重复 沙瓦地 谁先做错谁淘汰 这个对刘雨昕来说真的略显难了 哈哈哈 试试 试试看明白了哈 哈哈哈 好睡吧来 预备起 沙瓦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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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跟我还是我跟你 没有任何人跟没有 没有就是默契 刘雨昕跟的非常紧 哈哈哈 刚刚每一遍仿佛照镜子 他找到玩这个游戏最牛的这个精髓 哈哈哈 沙瓦地卡 哈哈哈 等着你做什么 哈哈哈 来来 准备起 沙瓦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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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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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沙瓦地卡 沙瓦地卡 沙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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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郑凯赢了 其实是郑凯赢了 但是对 确实刘雨昕很厉害 哈哈哈哈 无疑的随行的 这游戏挺容易照镜子的 挺容易照镜子 就是你不想动脑子的时候 你就跟着别人坐 哈哈哈 我们正式来一遍 还正式来 哈哈哈 正式来一遍啊 啊正式了啊 沙瓦地卡 有点节奏啊 预备 起 沙瓦地 你就已经输了 已经输了 因为你不能卡 好了结束 哈哈哈哈哈哈 我输了呀 这样都不输吗 战士兵 战士兵海白还对啊 哈哈哈哈 输了就输了 这里就是我的 你浴缸睡得下去吗 可以 我感觉我都已经想好 他下面要垫什么了 别别别 你这样 我们过一不去啊 没事 你还是让杨迪睡浴缸吗 对我睡 最近杨迪是最会的 我作为你的队友 我睡浴缸 我今天 你不能睡浴缸 这样我就得跟 叶瑞哥睡一箱了 哈哈哈哈 那我没办法了 所以我就 我就睡那没事 可以 陈欣可以的 我选 我选地铺吧 我下午就在那睡的 好了 那我房间就 确定了 好呀 那我们今天就终于决定了 然后我们明天早晨六点 四位男士负责去买早餐 可以啊 好 那各位早点休息 明天我们将继续探索 上海的美食文化 大床房 这个 哎呦 好啊 这是今晚我的床 没有被子 然后这可能是我唯一的被子 啊 雨昕 呃 这个只是我们节目设置的缓解 我们其实今天晚上特地帮你设置了你的女生房 所以你可以去你的女生房休息 好吗 哇塞 拜拜 馋多了 准备洗澡睡觉了 玩儿惯了呢 好 福威我们起床去买早餐了 走 六点的太阳有点大呀 哦天哪 太困了 真的困 好哥哥我们现在出发了 菜场 买菜啊 外面应该有排那种早餐摊 好 哇 哇 很香 哎呀呀呀有锅贴 哎锅贴好哎 我去买锅贴吧 可以啊可以啊 锅贴是五元四只 来个三十块钱的 可以 差不多啊 雨昕有油条 有锅贴 有牛肉煎包 有葱油鸡蛋饼 看你想吃什么 对还得给他打包一份呢 先问好他我们先吃 吃 我们这里煮不煮啊 煮 煮不煮啊 烤锅贴 哇 哇 哇 绝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流口水了真的 很好吃的样子 我要来五个 锅里马上给好了 好嘞 春意好吗 还行 你们是三个人是吗 对 三个人合作 好嘞 你们真麻利 谢谢 夸奖 谢谢 给人携帐啊 好嘞 哎那边怎么样 那边不能坐 这也不能坐 哪家店能坐啊 哪家都不能坐 就在这吧 小板凳咱做一排 也可以 这样子哈 嗯 哎这个第一点吧 做的 做的 这可以做 可以了够了 开我 开过了啊 哎呦 哦哦 这么接地气的吗 好饿 我也饿 第一锅 哇 你看锅子 锅才可以 太好了 太好了 嗯 嗯 嗯 真热了 炯香 可以的 还有辣椒 这个就是我们上海中小十二大的作画 加紫菜加虾皮加榨菜 这也太好了 上海豆腐花跟北方的不一样 怎么样 哇 爽 谢谢啊 监伯总 这是我近半年吃的最棒的一回早餐了 我觉得雨天没有来 这有损失的 还没有这种体验 咱们没睡觉也咱们的损失 没睡觉还好有这么一顿 就会弥补很多 以前上海的早饭就是在马路边推个黄鱼车 黄鱼车是什么车 就是三轮车 坐马路边没有电 那种车上的小馄饨最好吃 嗯 特别还原这个 以前啊 好多黄鱼车有下小浑寸的 有做这个豆花的 还有那种老太太出茶叶袋 对 后来规划特别的规整 对 环境好了呀 对 不是挂建 嗯 有牛� 遇到背 оказ', suspicion 嘴不受你人 用 整肱子 太爽了 足复 我吃饱了 好撑 撑得不行了都 走 收拾 走了 满足 爽 走吧 咱们雨晴到底啥呀 都有 没份 回去能不能再睡一觉 睡个回笼叫 雨晴该饿了吧 她根本就没有回我 她可能是以为 是自己某个闹钟响了 刘雨晴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睡觉 你先慢慢吃啊 吃吧 我们都看你吃 你吃 你吃 好吧 吃 好好吃 各位 早餐吃完了 我们下一个打卡场地 在绿波郎 绿波郎 绿波郎 国宴级的饭店 很好吃的 谁第一个到 真有优势 那还等啥呢 各位嘉宾大家好 今天热不热 热 热 热吗 今天天气怎么样 是不是很热 热 热 今天非常热 看我这已经反身大患了 所以说在外一定要带上 我们的康师傅酸梅汤 避暑降温 随时随地让你 消暑皆可 消暑皆可 漂亮 来 就我了 少给你了 走 Does that 车厨 四十多分钟 四十多分钟 真热 天 干啥 我觉得他们应该在车上 红红玉碎了 我有睡 这是我的 哎呀 一来这儿我的感觉今天的 这个这个美食之旅又开始了 跟昨天谢一样的感受哈 绿波郎是上海非常有名的一个餐厅 你来过没 我没有 又没有来过 不是 有名到排不上队 有名到我不敢来 哎呀 是国宴级的餐厅啊 这里是 欢迎大家来到绿波郎 绿波郎是上海的标志性餐馆之一 它主要以海派菜式著称 而且他们家的点心在上海独树一帜 堪称一绝 是上海点心的代表 是上海计划的 最后的店舍是上海的标志性 和爱一帅 所以我们可以许多 pessoa 他不会想要一种 对 可以进行 他们有一道典型叫夫人套点 我们现在有请绿波郎的行政总厨 陆大厨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道出名的夫人套点 欢迎各位到我们绿波郎会出来 因为我们绿波郎开以来 我们就带了八十余批的 国家元素贵宾 那么绿波郎以点心为主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准备到我们绿波郎 在2014年的时候 就在夫人谈的叫夫人套点 那么这里面有四道点心 一个叫长寿桃 希望我们各位嘉宾健健康康 第二个叫葫芦苏 又在我们寓意里面叫葫芦苏 代表一个音音 第三道点心的一个小粽子 我们叫迷你粽 迷你粽里面我们绕了十三道圈 十三道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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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国一个夫妻的父啊 十三个笔画 那么吃了这个小粽子啊 夫妻也到了 那么还有一个叶子呢 叫顺丰叶 那么我们希望远道而来的贵宾啊 平平安来 顺顺利利归 这四道点心组合在一起 叫四四如意 希望大家家庭幸福 四十顺利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这一份不够吃啊 一定有 每人一份都有的 不可能吧 肯定有事 肯定跟昨天一样 有人能吃有人不能吃吧 这个没吃到太遗憾了 这个真的 我说的是国宴级的餐点 是啊 对吧 这个哎呀 好是这样 我们在这边呢 因为确实国宴级别的太平处 吃不到确实太过于遗憾 所以我们真的是每人准备一份 除夫人套点以外的点心 大家都可以吃 ok 太棒了 而且点心是我们不是玩游戏 大家随意吃 哎呦难得太好了 这像大理石 还都不一样 十四到点心是吧 哇哦 哇哦 这可以拍个照 尝尝吧 来吧 这是什么小豆 哦 这就是糕点 很好吃 嗯 不错 嗯 这像大理石 好 好不好吃吃吧 好吃哎 好吃哈 没想到 这么好吃 奶香味很重 嗯 这是小手提包哎 嗯 是 这好可怜啊 一只小鸟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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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里面是玄套粉 哎 嗯 小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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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皮好好吃 啊 嗯 这是装饰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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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好吃 各位边吃我们边说这个点的规则 好 这是我们整个九宫阁的最后一个点 它有九个筹码在这边 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刚才桌面上有笼屁 我们一共有四十个龙屁 其中三十二个龙屁的底部贴着一五十二十四种积分的卡路里值 另外有八个贴着龟林高 如果你们抽到一到二十不等的卡路里值就代表你们获得多少的卡路里值 不能从中间抽 在面上的第一个都可以 你们可以随时随地喊停 嗯 或者你们也可以一直抽下去 但是如果你们抽到归零 就强制结束 不能再继续了 前边抽到的所有的卡路里值全部归零 啊 我觉得你需要单独再跟刘雨昕说一遍 啊 哈哈 不是 雨昕来给大家说一遍 哈哈哈 满分是多少 啊 好 有满分吗 满 其实有满分 但是你拿不到满分 没拿 谁会有拿的任期啊 好的 我们从先到达这个地方的 丁雨昕选择抽还是不抽 我我抽 他第一个谁第二个 第二个到达的是刘雨昕 第三个呢 第一个 你第五个呀 我真的是最后最后一个来的 啊 乐雨昕 乐雨昕 哦 就这样啊 他家人呢 人都到齐了吧 差不多 你哥第三名 啊 没想到吧 没想到 来了 海哥你们为什么最后才到 啊 丁雨昕 上了个厕所 你早到了 啊 最后一个坐这儿是吗 不是 踏进这个门啊 那好吧 哇哇 好那我们把楼梯摆上去 啊 我们的九宫阁的设计呢 其实并不像大家看起来这么简单 但是呢 我们认为我们很复杂很精妙的设计 也昨天一上来就被 岳阁给破了 有没有岳阁你给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 最早有 有一个词叫做 合图落书 我不知道各位 发现没有 九宫阁其实它有一个秘诀就是 横竖斜 怎么都 相加等于15 其实你仔细研究就 就能看见 5 9 上面应该是1 这边是4的话 上面应该是6 然后昨天我一下就找到了8和6 那个位置 你们是选择哪个 我选择红色 这个点有几分 8分 排骨年糕价值6个点 很简单 很简单 就是一个口诀 就是说因为 岳阁破了我们合图落书的设计 所以昨天在打点的时候 它就全部是找的 大数 所以说总数上面其实是领先你们的 然后呢 我们今天在这里夺这9个点 现在不管加到你们任何一个人的身上 都是最高的 都会成为今天的冠军 这一轮最终的赢家 获得独享夫人套点的权利 好 加油 丁雨昕选择 你们想要第一个偷到桂林扣 应该不会 桂林钢 哈哈哈哈 桂林 桂林 这是什么一个 一分一分 一分 鸡一分了 多少 一分一分 饼面上都是一分呢 有 比桂林钢好吧 一分又是一分三分了 做人不要太贪心 一分 哈哈哈哈哈哈 几个一啊 四个一 四个 快把我们一抽干净了 哈哈 全是一 哦 五一快乐 哈哈哈哈哈哈 丁雨昕 桂林钢快登场了 真的 你听着吗 做人不要太贪心 哇 桂林钢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看 我跟你说什么了 做人不能太贪心啊 哈哈哈哈哈哈 刚刚该停 真该停 啊 哈哈哈哈 玩 哈哈哈哈 哇真上一份 桂林钢来羞辱我呀 哈哈哈哈 安慰你 至少你还有一份 桂林钢 雨昕 雨昕 明白了哈 桂林钢下面肯定是 没事的 这个吧 不是 就这样明白吗 只能做面呢 不是这个 是龙屉 这个吗 五分已经五分了 这个等于我前面 哈哈哈哈 这可以拿 八个桂林钢呢 妹子 我觉得够了 也挺好了我觉得 哦 你看看 肯定是龟屉糕啊 太惨了 好 来给雨昕上龟屉糕 谢谢 瘦身也挺好的 这俩零了 反正 也没有什么压力了 迪迪哥干你了 我过 过 我先过 那顺位 赶你 那我也过 哈哈 来回过 过完就又到我了 不过 我来 加油 瑞哥 油 哇 十 刚才 刚才桂林钢是这个是吧 这个桂林钢是这个吗 十啊 是这个吗 五一 哇 一可以 停了是吧 不停 龟屉糕 这不会 龟屉糕 一共有 这个没准 你刚才摸的是这个是吧 好像是 龟屉糕 龟屉糕 哇 十六了 还是继续吗 当然 绝对龟屉糕 这个吗 这第一个应该不会 这第一个应该不会 哇 可以了 哇 多少 二十 二十六 来 你刚刚还吓人 哈哈 就是真的感觉 龟屉糕全露出来了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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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 你这都闻得着味 你转儿龟屉糕 你觉不觉得啊 哈哈哈 就来这个 哎 你你胆子大一点 就来这个这个这个杀人 这这种 嘿 嘿 一番 我够了 哈哈哈哈 一番太气了 排他 龟屉糕 是 哎呦 肯定是龟屉糕 下不下人 哈 哇 哇 哇 哈 哇 哇 啊 你多少啊 我二十六 来一块 一定要超过我是不是 超不超过的 马上吃糕了 这都 吃糕了 哈哈哈 继续 龟屉糕 哈 哇 打平 二十六 我觉得差不多了 真的差不多 一定要超过我 一定龟屉糕 一定要超过我 打平 人人真的好贪啊 哈哈哈哈 他是啥 那选他是啥 那选他是啥 肯定是龟屉糕 哈 哈 哈 耶 哦 停了我 哈哈 我再算一下 我再算一下 哈哈 十五 十六 六 六 二十六 二十六 你也二十六是吧 二十七 我天哪 就这一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 我这有点没信心了 还有六个龟屉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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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端起来就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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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给我上龟屉糕 哈哈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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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 再来一二十我就到了 是吧 对 哈哈哈哈哈哈 这有两个底 都不都个底 危险 龟屉糕了 走 走 到位了 快速结束 气人不气人 哈哈哈哈 不要不要 我可以再拿吗 哈哈哈哈 这点跟凯哥同不同意 哈哈哈哈 凯哥我 我我我可以继续挑战吗 可以 但是你什么代价 哈哈哈哈哈哈 你说 爱的代价 你说 你 你 哈哈哈哈 没想好 你一会儿一会儿你吃饭的时候 你你 你给我们唱个歌吧 这样 好吧 这样 五环之歌 嗯 你是要成王败寇是吧 要么就成王 要么就败寇 对 第三名没意思 好 加油 悦哥 败寇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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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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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 做要做就作第一 要做就作第一 对 我现在还差 二二十七三分 我还差三分其实 不然没意思啊 就他了 嘿 嘿 哇 凯哥多少 三十二三十二一搞两个 不能做第二 哈哈哈哈 一夜来了是吗 这事你说这这 哈哈哈哈 刚才你说抽这个吗 好像是的 哈哈哈哈 给我上一份归零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耶 然后你赢了 没想到 哎 恭喜迪哥拿到本轮打卡的九点 请给迪哥上夫人套点 呦 那你们九分了是吧 千金散尽环复来 昨天给我振分啥样 哈哈哈哈 我就吃这个夫人套餐了啊 好幸运 真的是一个粽子 一定要干吃 很香 红豆沙的 红豆沙馅 一起吃 好 凯哥 谢谢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 你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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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赢了 你赢了 你赢了 我赢了 你赢了 你赢了 好好吃 吹龟糕之后 以下食欲都没了 酷 降火了给你们 火都快吃饱了 我们最后一个点已经打完了 所有人的积分数 大家心里也都有数了 都说吃饭要趁早 我们第一个到达绿波郎的嘉宾 可以获得一个特权 一会儿我们一共有三个牌子 嘉宾需要将各自的全部徽章 放到任意一个盘中 所有嘉宾放置结束后 第一个到达绿波郎的嘉宾 可以选择任意一个碗 获取其中的全部徽章 只有他一个人有这个选择的机会 没被选中了就再收回来是吗 对 因为小金现在不是第一名 如果你选对了 很可能会逆转成为第一名 现在第一名是几个 十十二十三个十二 好啊来吧 来我们上道具 来吧 我先出示是吗 对 因为我现在是九个 最高的一个是十二个 我其实要差三个 那我肯定把九个放在我选的那个 里面因为这样不然怎么样 我还有九个 不会是最后一名 至于他们会怎么放 如果要几率最小的话 就是三分之一的机会的话 他们会把所有东西放在一个 因为大概率 我不会拿到那个 我们应该都放一个 对 好像感觉也行 那就让小金三分之一的选择 咱就干脆都放一个里头 是这样子 他得了也就得了 那就就放左边那个嘛 嗯 好吗 行 那一会你们所有人闭眼 那我们就直接让小金进来放 好 来小金 好了吗 好了 小金 请三个之中选择一个 放你自己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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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小金 请面对屏风 不要回头看啊 好 其他人闭着眼睛不要睁眼 好 来 第一个 踩个 好的 所有人请正眼 小金请回头 小金请选择 这三个盘子顺势没有变过吧 没有变过 你 没有变过 确定吗 确定 确定吗 确定 确定吗 确定 确定 请打开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啊 天哪 为什么 咋回事啊 因为我自己选的这个呀 你只想把自己的拿回来 对啊 我得保底啊 谁的主意 谁出的主意 我呢 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把我的收回来就好了 是吧 对 还好我的在中间 我们应该都放一个哈 杨迪信任呢 怕的我们放开点 就你们都放那了 但是我也比不过他了 而且我所有都没有了 输了游戏输了人品 全部都输干净了 好吧 小爹拿到33点 成为我们打卡吧吃货团 上海之旅的冠军 那么我们接下来 就会由我们的冠军 他来担任吃货团的团长 然后小爹你现在有一个权利 你可以选择两个副团长 可以告诉我们要去干嘛吗 不能说 那我可以把我自己这个团长 没人让出来了 不可以 这不是什么好事 不可以 都结束了 突然当了一个团长 我没玩了 你先选吧 选吧 看看啥事 好吧 你决定 我决定雨昕和 云鹏哥 行 好 作为吃货团团长 需要选出两位副团长 下午的时候 一起去打卡一道上海特色美食 其他两位成员 狄哥和凯哥 可以先前往酒店休息 等待今天的晚饭 等于说 我又得跟他去干活 是的 漂亮 好吧 那我们就出发吧 大家四点前 赶到德秋花园 好吧 走啊走 赶紧 来 这边请 各位先生打扰一下 请问你们今天要吃点什么 我们想吃点你们的招牌 我们现在正好有一个活动 康师傅酸梅汤和腊肉面的一个打卡套餐 你们要尝一下 好 那三份 三份 再帮我们打包一份走 打包一份再走 对 上海就是跟 就是其实跟北方那边菜马一样 焦头 有那种什么八宝辣酱 有什么比如说这个腊肉面 腊肉 还有什么雪菜肉丝 家庭的时候会有凉面啊什么的 也有不同的焦头 就是凉面拌完之后 上面给你上什么青椒肉丝 还有什么 芝麻酱什么 反正就是一堆东西 打扰一下我们的面来了 这个是我们店推出的 康师傅酸梅汤打卡套餐 康师傅酸梅汤清爽解腻 和腊肉面绝配 欢迎大家来打卡 这就是干拌的 就这个就是焦头 哦 这个钱 钱是 我来我来 我来付 多少钱 先把它付掉 那我先把我仅剩的30 剩下你们算你们借我的 五万 一共多少钱一共五万是吧 五万 我可没吃啊 一共 对 一共五万 吓死我了 你说五万 面多少钱 五万面一共是160块钱 我终于知道为啥 找你们来 你们俩现在最富有的两位 对我有钱 干杯 干杯 好 好吃 好好吃 想不做了吧 走 我们现在打包了两份拉肉面 然后现在打算去找他们了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本节目由生金极可清爽解腻的康师傅传式经营 酸梅汤 酸梅汤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生金极可清爽解腻的康师傅传式经营酸梅汤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生金极可清爽解腻的康师傅传式经营酸梅汤独家冠名播出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关注打卡的吃货团官方微博 观看合集边看边聊打卡各地美食 也可进入打卡的吃货团话题页 参与吃货美食计划吃货打卡能量互动每周节色吃货惊喜 走出时尚大片的味道 放个圈 好 这么豪华的吗 这节目就是 人没到饼先当呢 这什么意思 哎呦 这华丽丽的啊 哦 开始就调子就起的这么高 不知道哎 我也在往后要怎么吃饭呢 吃饭都要有这么仪式感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晚夜 在这两天一夜里我们一共打卡了九道美食 这些其实也只是上海美食的冰山一角 上海不仅有本帮菜 还有非常多和各个城市其他国家融合的菜品 今天我们也专门为大家制作了一桌特别的美食 来 让我们上第一道菜 大家好 哇 哎呦 老乡吗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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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呢 我们河南的胡辣汤 哎呦喂 给大家传一下 哎呦喂 这看起来非常珍重 非常 谢谢 谢谢 胡辣的胡辣汤 胡辣汤是河南 河南 河南人特别喜欢喝胡辣汤 对对对 不喝还会响 对 大家好 我是掌门餐厅品牌主持周桥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中原的胡辣汤 八年前揣怀着把江湘美食带到全国各地的梦想 来到了上海 虽然这道胡辣汤 并不被全国的那么多人认知 但是他是在我们河南人心中绝对是山珍海味 谢谢老师 谢谢你 谢谢你 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可以尝哈 可以 没有任何 任何游戏什么的 没有 小丁都不敢动 他刚想动他说是能吃的吗 我说不用做游戏吗 这个为什么这么油呢 岳哥 他就这样 河南的胡辣汤特色就是勾芡 是 一般喝的都是那种就是汤 那个叫酸辣汤 哦 酸辣 这个料很足啊 嗯 这个是什么 我是大学那会儿的时候 有一个河南的同学给我带早饭 就给我带了这个胡辣汤和那个饼 自此之后我就爱上了胡辣汤 说实话 没有 没有郑州那么辣 他可能大了不同的城市 他还要改良 但是味道已经相当不错了 相当不错了 帮我问一下小哥他店在哪儿 我可以带我老婆去吃 因为我老婆是河南人 他回老家也是要去寻找记忆中的这个味道 那个丁 你拿来的面呢 在这呢 哇 哇塞 你们买什么了 腊肉面 凯哥你有可能爱着这个节目 哎呦 哇这么丰盛啊 我刚捡了三十多斤 这节目有点残忍啊 成为了减肥路上的一个绊脚石 好热啊 好让我们欢迎第二个师傅 来我们第二位厨师请上 哦 很大盆的 哇就去看四川的了 水煮肉片和 水煮牛肉 四川的太太好吃了 杨帝 是你的老乡 大家好 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 然后我在上海已经来了三年了 开了我们的慕芙农参赛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 川策的鸳鸯水煮牛肉 这个牛肉呢 我采用的就是我们传统的四川的 麻辣水煮肉片的做法 牛肉采用的是牛铃 它的麻辣鲜香嫩 还有一个味性呢就是这种葱香味 就为了迎合上海的口味 但是我们又为了保留我们 川策的一种传统的那种风味 传统 对 就做了这个一个麻辣的 一个就是葱香的味性 我还没吃过葱香味的 我平时都是麻辣味的 你的川普讲的比普通话好 我讲川普的时候是最舒服的时候 巴士的不得了 就是我 我的口音还有有点带 使然成都那种口音 不是有点带 是全部都是 哈哈哈 这样做出来的菜才最正宗 对 拔死了 拔死的很 吃嘛水煮肉片 朋友们 吃起来 哎呀呀呀呀 这个绝对拔死了 还有这个 这是什么 莫笋 莫笋入味 还有藕面 这个给你拌一下 这不是一锅一般的水煮牛肉 天哪 这个节目简直丧心病狂 这个给你拌一下 很幸福 吃东西吃到好吃的 特别幸福 哇 这个太爽了 这个 太巴士了 真的太好吃了 我感觉我回老家了 好嫩 哇 哇 好嫩啊 哇 哇 就是做出来 太别正宗 太别好吃 满足了很多那种 暂时回不了家乡 想吃家乡菜的朋友 可以吃到家乡菜的那种感受 觉得特别好 好 那我们控制点肚子 我们上第三道菜好不好 根本都控制不了 第三道该是雨昕的家乡了吧 有可能 是吗 哇 酸汤鱼 不是我看这是干的 这是什么 恋爱果 是吗 我怎么没见过这个菜 豆腐 可能不是 包姜豆腐 是吗 我怎么没见过这个菜 你好 为你送上包姜豆腐 包姜豆腐 包姜豆腐 还被我说对了 包姜豆腐是哪里的 包姜 币姐 币姐 是贵州菜啊 对 贵州币姐的包姜豆腐 对两句话 看能不能对上 你太过分了 我都吃过 看辣椒面肯定是中东西 对 这是 贵州特有的灵魂赞量 五香辣椒面 五香辣椒面 对 对 它跟那个胡辣椒面好像不一样 因为胡辣椒面是那种很大的那种剁 胡辣椒面它是用火烤过的 用火烤过 这个是直接调成的 对 可以直接吃的 就平常可以配米饭都可以吃 那就可以蘸成什么黄瓜什么的 对可以当零食吃 蘸土豆片什么的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贵州菜三十六杨涛涛 杨喀 杨涛涛 杨涛 对 sorry 贵府 然后这道菜名为毕杰爆香小豆腐 采用高温烹杂 外酥 你要晕过去了吗 你不要紧张 我怕 你别哭兄弟 没事没事 慢慢说慢慢说 正常说就行 杨涛涛你有点紧张哈 你稍微有点紧张 没关系 没事慢慢说 好 这道菜是来自贵州贵州毕杰爆香小豆腐 清高温油炸 外酥内嫩 不意外 采用贵州特有的灵魂蘸料 五香辣椒面 一整背 很难背 有点难背 稍微有很难背 所以它的包在里面吗 平常这个 外酥内嫩里面有类似豆花的一种包浆在里面 它就是外面炸了 但是里面的豆腐非常多的包浆 但是贵阳那个恋爱豆腐果不是是灌在里面吗 这个是直接蘸的嘛 对不对 你听过恋爱豆腐果吗 哎 哎呀 哈哈哈哈 两个贵州人互相 贵州确实大 贵州大 贵州大 贵州的美食也是多哈 每个地方的吃法都一样 有非常多的特色小菜 好 来来来自己来 来 哇一夹就软软的那种感觉 哦里面是那种 嗯豆花一样的 豆花一样的 绝了 好吃 真的很好吃 哇 一般都是 这个辣椒面好吃 其实 而且它这个辣椒面 好像也是不太一样 很香的感觉 不光有辣椒 还有那些别的香料 对 贵州的朋友经常煮一坨洋芋 煮一坨土豆都蘸 就可以吃一晚上 可以拌在一起 所以刚才三个厨师 都不是一个店 是不是 当然不是 那是三个菜系啊 是什么样的店 才能融合河南菜 成都 四川菜 还有贵州菜呢 好了没事 下一位厨师请 因为我们上海站的美食之旅 马上也要结束了 我们也想请我们的五个MC 每个人可以简单聊一下 这两天 一路美食打卡之旅 有什么感想 非常好 而且我觉得 身为一个上海人 感谢节目组带我去了一些 我都没有去过的餐厅 像绿波狼 王宝盒啊 借盆小龙啊 像昨天的排骨年糕啊 这些都是一个城市 给人带来的美食的记忆 今天又来到了 这么富里堂皇的这个建筑里面 每一位都是各地的名厨大厨 他们也是作为新上海人 来到上海 为我们这个城市增光天才 感谢他们的到来 谢谢他们 说我真好 在我印象里 我第一次来上海 应该是十几年前 我师傅带我们去的一个餐厅 那顿菜呢 有点偏甜 不太适合我们的口味 因为那会儿 我是第一次来上海 然后后来逐渐的 很多次来上海 现在演变成了 什么样的口味都有 而且今天吃到了家乡的味道 我相信全国各地的朋友 会做菜的 都想来这个上海 让自己家乡的人吃到家乡的美食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让这个城市更加的丰富 记忆里的味道真的很重要 真的让人很痛快很舒服 首先我自己现在是住在上海 从2014年搬到上海来住 我在上海待了这么多年 其实上海话一句不会说 但因为它融合性 包容性非常强 当上海当地的人 他一看你说普通话 他会马上转变成普通话 跟你进行交流 导致我一句上海话没有学会 但这并不影响我在上海这个城市生活 所以我觉得我们第一站在上海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就非常值得来玩一下 在这几天之前 我对于家乡的味道可能会 记忆会有一点点模糊 是因为其实很难用一个很简练 或者精准的词去形容它 但是经过了这两天之后 我发现其实 我有感觉到 我好像找到了那个味道 就像我前面吃那个拉荣面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 胃口会突然间这么好 就一下子愿意把所有的面吃了 我后来想可能是因为 以前会把我托管在外婆家 然后我外婆就会 一个老人就会去买那个面 就像之前凯哥说的 他其实有些时候就是 你记忆地被激活 是谁教的你吃第一口小卤包 是谁教你说你要去咬破 然后你洗汤 就感觉隐约间会有这些东西 一天一天在闪现 但这次回来之后 我觉得我还蛮怀念过去的记忆 然后觉得非常自豪 我生长在这个城市 希望上海的味道能更多的 让大家知道 你先 我就是很快乐 那两 很快乐 然后可以去大街上 就是逛逛这种小吃 因为一般都是外卖啊 或者是酒店餐嘛 所以就是吃不到什么地道的美食 吃吃喝喝 放轻松就很好 然后跟大家在一起很快乐 对 跟哥哥们在一起 对 感谢各位对于上海的喜爱 也感谢所有在上海工作 为梦想拼搏的人 打卡吧吃货团 第一站选择这里 正是因为日新月异的上海 无论是从美食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 有着开放创新包容的特点 没有哪一座城市可以像上海一样 能够如此全面的成为 城市现代化建设的缩业 而上海的高度发展 离不开每一位在上海努力打拼 认真工作的追梦人 同样 上海也希望无论你从哪里来 既能体验海派的精致 感受上海的温度 也能吃上家乡的美食 感受家的温暖 追求梦想的同时 不管多忙 也要记得好好吃饭 关注打卡吃货团官方微博 观看合集 边看边聊 打卡各地美食 也可进入打卡吃货团话题页 参与吃货美食计划 吃货打卡能量互动 每周解锁 吃货惊喜 欢迎导铁来到欧亚大陆桥的明珠 美食多大六的冰城哈尔滨 每次打卡成功都有一次机会抽取拼图 先拼出美食地图的队伍将获得胜利 你是冰冻员是吗 你来给我 我上头 对了 没毛病 来我敬你一个 我敬你一个 好热情啊东北 感谢战略合作品的微博 感谢首席合作媒体 新浪媒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老太 老太 今后我给你们煎菜 你看特别正宗的东北菜 锅包肉 什么炸碗子 排骨顿豆角 好吃 好香啊 这是一个来了就走不了的节目 跟着大家到处吃到处玩 为了吃这个锅包肉 专门来哈尔滨是对的 超好吃 太棒了 是吧 太棒了 我觉得还是喜好家乡的口味多一点 好朋友 好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